近幾年來 在汽車市場上面 仍然圍繞著 這種百萬級的中型SUV為主 當然大家也會發現 近期有不少的跨界的CUV 也加入戰局 所以你想要用百萬上或者是下 來買到這類的車款 真的戰況非常非常的激烈 可是有一些消費者 想要擁有休旅車 做超實用的大空間 也想要有休旅車的這種跨越地形的能力 可是卻又不想要有那種休旅車 搖頭放腦的那種乘坐的感受 因此在市場上面 也出現了一個全新的物種 那就是跨界的休旅車 那麼大家已經想說 這到底是哪一台車 因為大家敲碗已經非常久了 而且它也是國產的身分 福特的Focus Active Wagon 終於來了 我們先一起上路試駕之後 再好好跟大家聊 Iris 一上車我們就感受到 福特Focus Active Wagon的車型 它的這個進出確實是舒服很多 很方便耶 你知道嗎 這台車很厲害了什麼 它特別從福特的歐洲 Lomo的一個測試場地 進行測試 所以等於所有C2底盤的一個車子 都有在Lomo賽道進行一個測試 是啊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這個車身結構 當然是一如往常的C2底盤 那麼的強勁 是 它的這個抗扭性非常的強 然後不管你今天是要操控它 或是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感受它的穩定度等等 你都會感覺它在像是過彎 變換車道的時候 它的動作反應都超迅速 它的底盤真的很棒 沒錯 因為C2底盤 我覺得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第一個輕量化 第二個它在輕量化的同時 它也提升了整個車體的剛性 所以它整個車體的 抗扭曲的程度 都來得大幅的增加 那這個部分 我想身為賽車手的你 就感受特別深刻 因為車身的剛性的提升之後 就可以強化整個操控 以及安全性 對 車身的這個整個結構 其實我覺得 對於喜愛開車的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沒錯 因為車身的穩定度高 你在轉彎 在變換車道的時候 都會更加的反應迅速 以及敏捷 沒錯 而且其實我特別覺得 很厲害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今天是選車的話 選調很重要 沒錯 因為其實這部車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它有在Lobo的測試場地 進行測試 而且它是與得同歸的 一個懸吊系統的設定 沒錯 它擁有的是Active 這個加高的車身的 專屬懸吊 尤其是它後面的一個檢陣頭 也是與得同歸的 一個阻尼設定 安藤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剛剛在經過一些 高速彎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側傾 還有那種晃動感 其實是比一般的 修理車SUV來說 還要更加的平穩 對不對 是 像我們現在進行這一個 大左彎帶著一點車速 帶一點速度 你看到在後懸吊系統的彈簧 避震器的阻尼 以及整個防晴桿的幾何結構 都是進行的專屬調教 基本上它開起來 就是一個非常穩定的車輛 你知道我想像到什麼樣的人 就我常常載朋友出去 有些坐在後座的人會怎麼樣 會暈車 對 他坐久了 他如果覺得那種過高的 或是彈簧太軟的那種人 他會覺得很容易暈車 然後你就會覺得 開得好緊張 是 其實我們剛剛上車的時候 我們感受到了一個 這個進出高度的一個優勢 那當然很多人會認為說 車身過高的時候 會不會像休旅車一樣 這樣子的晃動 我覺得這也是休旅車的一個硬傷 不過在這樣子的 Active的一個車型上面 它擁有休旅車一個乘坐 舒適的一個程度 以及很好的這個進出的高度 但是它整體的晃動感 就不會像休旅車 來的這樣的晃動 基本上它是比休旅車 更加的平穩 所以就像Iris所說的 我們坐在旁邊 或是後座的乘客 都比較不容易暈車 尤其是你看 像我們台灣是屬於這種 多山區 一茂的一個狀態 很多時候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露營 愛大人就很愛去露營對不對 那種山區 拜託多崎嶇啊 沒錯 這樣子的車型就很適合這種 平常在家人喜歡去戶外冒險 然後假日就是要帶著小朋友 去山區裡面 郊外走走踏青的這種家庭族群 沒錯 車身的離地高度也足夠 也注意應付一些比較 非鋪裝路面的這些爛路 那當然它就是一個 非常稱職的一個跨界休旅車 沒錯 而且其實它還有一個 很厲害的地方 我剛剛在這邊做了一個沙停 其實我非常的輕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沒有搖晃 因為它有這個EBB電子式 煞車增壓輔助系統 沒錯 基本上以前的這個煞車系統 是我們人的這個腳去踩煞車踏板 然後推動了這個抑壓的腫縫 再加上了這個整空背力氣的輔助 來去推動煞車卡鉗的這個作用力道 去夾這個煞車碟盤 來進行一個減速的動作 那當然會因為溫度 因為煞車來令片的一個 這個磨損跟耗損等等 會去影響煞車的力道 那這個時候其實EBB電子式煞車 增壓輔助系統的優勢就來了 因為它無論在任何的情況之下 它對於煞車踏板踩下去的時候 該有多少煞車的力道 它就會給你多少煞車的力道 而且會適時的去做調整以及輔助 所以整體的煞車表現 就會更加的迅速 除了硬體的部分與得同歸 連軟體的部分也是與得同歸 所以它整體在全車的底盤 硬體以及軟體的匹配性向 都充分的展現了純正的德規風味 也因此它保有了Focus 一貫優異的一個駕馭性能 同時又在優化了乘坐的舒適性 以及穩定度 關於這一點我覺得 可以滿足大部分的消費者 一坐進駕駛艙就非常容易上手的一台車 非常容易上手 而且你覺得它這整個底盤 懸吊它整個設定 你就會覺得你好像在開歐洲車的那種感受 對 真的是非常優秀 那當然Focus Active Bragan 不僅僅只是底盤 加高這麼簡單 我們剛剛提到 它已經擁有與得同歸軟硬體的設計 以及專屬跳跳的懸吊結構 當然最主要這個加高的車身 還可以對應到什麼 多元地形的一個行車模式 我們剛剛提到去露營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非鋪裝的木面 通常就是屬於一種 輕度越野的一個行駛狀況 當然這個系統就有這種所謂的防滑 以及非鋪裝路面等等 五種的多元地形行車模式 以防滑模式來說 它就會調整這個油門踏板出力的線性 降低驅動輪的敏感度 對 然後啟動整個ESP的電子式車身穩定動態系統 隨時來去監測整個車身動態 那對於不同的一些摩擦系數的道路 不管是說種積水的路 對 像我們這種美雨季節 遇到的高速公路的積水 或者是你要想要上山 賞雪 遇到這個地面有結霜 積雪 甚至像這個阿維新也說 雨後的一些泥泞 露營時候交去的一些草地 海邊的這個小石子 鵝卵石 它通通都可以對應 很厲害 這麼多種地形 這樣的一台這個Active Wagon 它都可以對應 沒錯 它都可以上山下海 這也優秀 沒錯 這只是防滑模式 其中一個功能而已 其實它還有一個叫做 非鋪裝路面的模式 這個模式更厲害 因為它一樣是透過 調整油門踏板的輸出線性 然後ABS的防鎖死剎車系統 會在適時的時候介入 TCS的循跡防滑模式 也提高輪胎空轉的容許值 以往我們只要輪胎一空轉 TCS就會介入 就會把動力給切斷 因為它不讓輪胎空轉 但是在非鋪裝路面模式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適時的需要一些 輪胎的空轉 甩掉輪胎上的泥沙 冰雪之類的 這個時候它就是透過 就可以確保車輛在這種 比較軟的地層 你說剛剛講到那種沙地 還有那種結霜的地 濕泥地 那種騎去不平的時候 去保持它的行車的品質 動態的表現都會更加的穩定 沒錯 那當然Focus Active Wagon 一樣搭載的我們非常熟悉的 這1.5T的渦輪增壓引擎 也有182匹的最大馬力 24.5公斤的扭力 關於扭力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市區的行駛 或是再加速以及爬坡 都是非常需要的一個 這個大扭力輸出 那即便有這麼大的動力輸出 它的油耗表現 也可以維持在 每公升汽油行駛16.1公斤 算是非常的節省能源 它也提供了MATRESS LED的 矩陣式動態頭燈 對於在行駛各式各樣 不同的路面 都能夠展現出 最好的一個照明狀態 這一項配備 可以說是目前在同價格袋裡面 唯一有配置 這麼樣高科技產品的一個車 像我之前就是有在那種 很漆黑的山路裡面開過 我覺得很恐怖 可是那時候 這種LED的MATRICS的頭燈 它會跟著你要去的地方 然後去照明 然後你就會覺得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很安心 然後你不會覺得 去害怕那些非鋪裝路面 或者是沒有路燈的那種山路 它真的是非常優秀的一個 動態頭燈 是啊 那說有這麼多 你什麼時候要讓我開啊 不要啦 我覺得開得過癮 再讓我開一段啦 等一下啦